台南市由一名无性妇产科医师所开的诊所 被离职的护士踢爆 疑似违法替未成年少女堕胎 为了躲避稽查 还可以用铅笔填写病例比较容易篡改 而且是非常的频繁 一个月平均接10个青少女堕胎的病例 投诉人痛批 他实在没有添凉 而记者去诊所想要采访这个医生查证 不过却没有人回应 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证明无性医师他自己也坦诚这个事情 而且还变称 如果不帮他们他们怎么办呢 一张张的病例跟单据 爆料人拿出这么多证据 要爆料妇产科违法替未成年少女堕胎 对象是台南一间知名妇产科 违法的就是无性院长 会帮未成年少女拿小孩 有的像15 6岁啊 然后反正就是没有满年纪 就是来的时候 也不会跟他们说父母亲同不同意 投诉人士离职护士早就看不下去 无性医师替少女跟女外劳堕胎多年 每次收费5到6千 经常有少女跟男友一起来医院 看起来就知道未成年 但无性医师都随便未接问题 就叫小女生压手印签名 10分钟就完成堕胎手术 直接叫他们签名 然后就直接帮他们拿 然后会跟他们说就是 不要让父母亲知道 吃药的话就是5千 但是如果吃药不干净的话 还会再收5千 根据投诉人描述 无性医师违法替少女堕胎 一个月平均实践 时间长达十几年 还在病例助记堕胎用药RU486 还刻意用铅笔书写 疑似方便篡改资料 查证属实的话 卫生局将会给他移送法办 那礼拜天都是休整哦 无性妇产科医师在台南 已做流产手术注明 根据媒体报道 他本人坦承此事 明明知法犯法 还狡辩说 如果不帮少女 他们该怎么办 卫生局表示将立即调查 医师判刑确定会召开议程会 最终予以调罩和体验 记得赖冠章谈的报道